下面一个问题 他在街上遇到出家人话语 弟子会做军心 但如果是假冒的 军心会不会助长他的恶业 会 确确实实是会 但是你不失呢 是你的善行善意 他做恶是他的罪过 过人因果 过人负责 要懂这个道理 这个问题很复杂了 怎么样改善 那这个是佛门里面的事情 那就是这个 出家的制度 必须要建立 不能随便 想出家就出家 这么可以 中国古时候 在清朝以前 出家要考试 很不容易考 那么这个制度 是孙智皇帝 废弃 我相信说 他有私心 因为孙智自己想出家 他如果制度 他总不能去考 他考的人就认识他了 他出家也是偷偷出家了 所以我相信 他为了自己方便的时候 开了这个例子 但这个例子开的时候 在当时是没关系 可是两百年之后 病病都出来了 这个因果 他真的太有负责任 这个不管是有心无心 这都做了坏事 所以凡是做一种事情 一定要考虑他的影响 他的影响的面有多大 影响的时间有多长 这个一定要想到 这个事情 我们希望将来 过家的时候 我常常讲 过家能办一个宗教大学 能办佛教大学 以后出家的时候 不时大学毕业的 佛教大学毕业的 不能出家 这样把这个考试制度 就恢复起来了 那么他收购好的教育 我相信以后 就不回到外来 就偷偷了 这个现象就没有了 有时同学 也很久仍然 尽力 我们还能做 这面是 内心的 危险 的